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居士大教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等199月到11号 现在讲到这里 现在中国式的佛教跟 后来发展跟原来佛陀制建的精神有点不一样 主要就是衣服饮食是自己主食的 财产是自己经营 房屋是自己修建 至于田产收租 精灿润驾 以出家生活的本意越来越远 中国国教后来变成 这试验都有所谓挂牌 挂牌就是今天拜餐 今天送什么先拜什么餐 消什么灾 这些后来就变成就是有明定的价格 像我们现在台湾佛教也这样 比如说试验 拜一部圆满宝餐几天多少钱 拜一部水路几天多少钱 那么法会都有所谓的明文价格 这个是比较多一点的 小一点的就是点一盏灯多少钱 写一个消灾牌位多少钱 那么购一堂灾 上堂灾多少钱 那么这些后来 其实原来没有这个 中国国家一开始也没有 你说过大概是从明朝 那明朝因为他朱元璋做皇帝之后 那么规定出家人分三等 那么有一等的就是中文在送金拜彩 那这一类才可以出来 这一类唯一跟在家人有接触 那么其他的基本上也不可以 没有事出来有接触 那国家规定 那比如说一句记录 送一部波尔经十万块 那送一部华元经十万块 类似像这样 这个是国家有公定价格 那从那个时候之后 慢慢慢慢就变成 这个有所谓的官定价格 那有定价格 那这个是从就是送金拜畅有价格 大概是从这个明朝之后才开始 那往生佛事大概是从元朝之后开始 那之前其实也没有这样 那明清以后送金拜畅都多起来了 那一直延续下来就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但是虽然现在不是国家变品 但变成世界已经有这一套模式了 就变成在家人的习惯 叫做花钱消灾 就是花一点钱 然后请这个促家人帮你消灾 那这个其实回到佛陀时代 佛罗门 佛陀在阿岸经里面去批给过这件事 那么我给你多少钱 那你帮我跟神沟通 然后这个帮你消灾 帮你严寿 帮你征服 其实这个本来也不是佛教的原意 那因为佛法的流传有一些误会 不知道佛法 不知道佛法讲业道的原理 是你要自己修自己行 就是说你必须要自己努力 那么改善你的生活力 那么你才有办法 因为业你的苦乐是由业来 业是由你生口欲的造作而来 所以你必须改变你生口欲的行为 那么改变你才能改变你的业 改变你的业才能改变你的苦乐 那么你的苦乐形成的方式就是所谓的灾难 那你的灾难没有悲人没有办法帮你消 必须你自己去改变才有办法消 那这种业报的理论后来大家不知道 只知道诵经有功能 那么我请人家来帮我诵经 那么我就有功能 其实没有的 不是这样子的问题 因为佛法从唐朝 从佛教传进来 那本来是易经 就翻译经典让你明白 因为他本来是印度化的 也许是泛文 也许是某些多国语 这个不一样 然后翻过来让你了解 后来了解了讲解 让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因为没有人讲 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后来就慢慢变成只是在诵经 诵经只是文而已 文之后还要诗 诗之后还要修 叫做文思修 那么功德就是从修行中来 一般我们是这样的 那后来因为误会 所以就变成诵经就有功能 一般我们就是说这样 文思修 那以前没有经 从哪里文 从善知识文 所以叫清静善知识 那最大的善知识就是佛 佛及佛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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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从这些善知识文 文之后 因为没有书 所以你听了之后 你要把他背起来 叫做受识 受识 其实是说 你听了之后 你要把它记起来 你记起来 你才知道怎么做啊 就好像人家跟你暴露 你要知道 记起来你才知道怎么走 然后受识 之后 你还要想 要明白他的道理 你没有想 你不明白 你不如理思维 你佛是这样说 结果你记错了 你是变成这样 这样子为 那也没办法 所以要如理思维 如理思维之后 你就要依教奉行 就依你所受识的 那么要怎么样 要 要如实去做 这个行基本上不离开 就是你的所谓行为 因为我们 我们之所以会这么做 是因为 我们这样认为 我们这样认为 是因为我们这样 听到 我听到这样讲 我认为是这样 所以我就这样去做了 一样 那所以 这个 这个功德之后 修之后 那么才有所谓的功德 才有作用 是从 功德是从修行中 那修行要经过 你正确的理解 正确的理解 必须要先知道 有人告诉你 那么 你才能知道 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 所以 一般来讲 你要不断的 那你怕你会忘记 所以你每天要送 送了你才不会忘记 所以就变成有所谓的功课 天天要送 送起来 背起来 你没有天天背 很容易会忘记 以前没有书 因为我们就是看书会知道 但是以前没有 要背起来的 那你不背起来 就不知道了 所以功德就是从修行中 修行要 最开始要听闻 要经典 所以就变成 但是后来不知道 就变成送经就有功德 就是你把它背出来 你就有功德 其实不是 没有这样子 那这个是 强调 你送的这一步 接应就有什么功德 因为你送的这一步 接应 你如意思维 思维之后修行 然后产生功德 其实是这样的 那过来简单讲就是 你送的接应 你有什么功德 那就好像 你念观音菩萨 你就有什么功德 那其实一样 你念这个观音菩萨的 你想到观音菩萨的修行 告诉你的话 你照着观音菩萨做 然后你就有这种功德 那简单讲就是 你念这个观音菩萨 有这个功德 就变成这样 那我们 我们把这个东西忽略掉 那后来这样的观念 就变成 慢慢慢慢就是 送经就有功德 送什么经就有什么功德 就是像这样 其实这个是 这个是后来误会掉的 那原来就是 原来一开始 这个宋朝以前 基本上都是益经 然后读经 就是你要知道 翻译了之后 那么就会读 所以像玄奘大师 这个 揪摩罗斯 翻译了之后 他一方面益经 你才知道 益经之后 他就会讲经 他一定会讲经 那么讲了之后 我们要把它记起来 理解到他 就是 他讲经 他讲经 那我们就是什么 文嘛 就读经嘛 那读完之后 就要怎么样 依经 依经所说的 如梭修行 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后来就变成 变成只是送经 然后什么 送经 然后印经 然后就有功德 甚至多一点就是半经 你认为这个经有功德 一字一半 南 摩 妙 妙 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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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的流通不容易 為了要經典流通 讓更多人讀到經典 就告訴你這個抄金 寫金的功德有多大 所以像在唐朝那個時候也有 大部分做功德都怎麼做 像我們現在都是點燈 寫排位消災 那他們不是 他們都是蓋佛像 然後寫金 然後你看那個後面就會講 某某人寫多少佛金 然後回像給誰 那科這個佛像然後回像給誰 那其實這個其實都是方便的 它是為了讓經典流通 那是基本上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都不是這些 就是你必須要聞詩修 那這個都是讓別人可以聽聞 那講經要讀經 讀經之後 就是有講有聽的 那你背誦起來 然後你可以如說修行 他有講的嘛 所以你如其所說而修行 如說修行 基本上是這樣 那修行不外音就是 依著經典告訴你的 借啊 定啊 會這樣 那你有懷疑的 你現在不懷疑 你不知道的 你現在知道了 那你錯誤的現在改正了 那你不知道殺生 或短命勾兵 你現在知道了 你不殺生了 那這樣的觀念 基本上你就能夠擁有他的利益 那如果沒有 你剛剛操間 就算你刺血血經 那麼就算你自己焚身共活 我告訴你 也沒有什麼功德 因為什麼 因為功德並不是 你把自己燒掉了 然後你共活 你要用什麼共活 不是 真正的共活不是在這裡 你誤會法華心說的道理 法華心講那個 男生共活 他男生共活 並不是真的把自己燒掉 沒有 他的意思是告訴你 他的意思是告訴你 將此身心奉承唱 那用這樣 那麼努力來弘法 你看他那個燒了之後 那個光影招藥很多 那個就是把智慧帶給世間人 其實他目的是這樣 那我們誤會了 所以就後來就偏向你 有一點點像外道一樣 就是苦心 然後好像 為法犧牲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那重點 重點在於就是說 你明白 這一點思維 就是對於經典 不理解 舉簡單來講 比如說超度 因為像中國國教非常重超度 但是超度原來的意思 不是這樣子 像冤親在主 因為冤親在主的意思 也不是這樣子 後來這些都被我們誤會掉了 都是跟我們原來的意思不一樣 因親在主其實很簡單 就是 就是跟你有關係的 你不會影響你 讓你痛苦讓你快樂 比較主要的就是 跟你有仇的 對你有恩的 那麼欠債的 還債的 基本上是這樣 那麼所以 莫大師講的 就是 在你身邊 主要是四種 這四種會影響你比較深 跟你有恩的 跟你有仇的 然後來討債的 來還債的 那基本上都是四種 所以我們基本上 比較要在意的就是這四種 那這四種 我們 對我們有仇的 我們要釋放 跟我們有仇的 我們要跟他解冤仇 對我們的 有恩的 我們當然也希望他好 然後對我們有仇的 我們也不怨念他 我們也希望他好 那各位我們有恩的 那我們更希望他好 那要報恩 那欠我們債的 那我們也希望他好 那他才可以還 那就算他沒有還 那也沒關係 就不要對他有不好的 這個欠恩 就是我們欠他在 那我們當然也希望他好 我們希望能夠利益他 我們能夠還 這樣其實就是一種 就是說 原親平等的心 那超渡的意思 它並不是說 你死了 然後我面經給你超渡 不是 超渡原來的意思 其實就是超越渡脫 超越輪迴 渡脫生死 它原來是這個意思 你要超越生死 你要超越輪迴 超越這個 這個三界的這個輪迴 六道的輪迴 超越這個六道的輪迴 就是 渡脫生死苦寒 它原來是這個意思 那後來就變成 後來就變成 人死了 就需要超渡 那就變成 就是我們誦經超渡 那超渡 超渡冤親在子 完全誤會 超渡不是這個意思 冤親在子 也不是這個意思 然後你的方法又錯 就誦經 然後辭奏 然後超渡冤親在子 完全 誦經 方法也錯 超渡的概念也錯 冤親在子的概念也錯 那就後來就 就我們叫做這個 這個這種習俗就傳傳傳下來 我們完全不知道在做什麼 那大家都這樣做 那不做又覺得怪怪的 但是做也不知道在做什麼 這個就是後來佛教 因為也沒有人知道 那也沒有人侯養 那大家都是 也可以說就是 也不知道什麼樣才對 但是大家都這樣做 你不做人家又會講話 你就會這樣 那你不做也不安心 後來就變成大家都這樣 那你看那個 導師的那個時代 就是明火初年 但是明朝 清朝這個時代 其實大部分都不知道 大部分都不知道 那你像 你像朝鮮群 那麼有知識的人 你看他《紅樓夢》裡面寫的 你經那個時代都這樣 就是人時了 還要念個《雪盆經》 還要念個《壽生經》 還要拜《雪盆餐》 還要破那個《雪盆地印》 根本就沒有這種事 根本就沒有這部經 這樣做也沒有用 但是大師都這樣做 他現在都這樣做 你看那個紀小蘭 紀小蘭是清朝的大學士 他知識很好 但是他講到這個 他就覺得 這種《壽生經》《雪盆餐》 這種道理怪怪的 看起來不善師佛教 但是他也不敢肯定 你看 那這種事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說 就是佛法在那個時候 大家都這樣做 但是你那個礙於說 這個是佛說的 那這樣講 那一定是佛說的 我這樣 我認為他不對 那是不是又會放佛教 會不會下地獄 就是有些人就害怕 那麼看起來好像不太對 但是又不敢說他不對 為什麼 因為怕會造口業 所以我們有這種心態 那所以就即使覺得有疑問有問題 又不敢想出來 那心裡面又覺得怪怪的 但又不敢不相信 你看人就是這樣 那後來就變成大家都這樣做 大家都這樣做 然後將錯就錯 其實也不知道什麼樣才對 那 所以孝敬順導師 開始把很多關心理清楚的時候 那會有一些傳統 傳統觀念你們就會開始去理他 那其實所謂的傳統 其實就是 真正的傳統是傳佛正統 從佛那裡才說傳統 這個是正統的嘛 可是你傳的是後來錯誤的 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正統 但是你後來就變成所謂的 我們現在叫做傳統佛教 其實那個都不是佛的正統 都不是佛的正統 但是我們就會認為 古代都這樣了 其實不是 你真的要講傳統 要傳佛正統才傳統 但是因為我們有時候不明白 不明白 有時候會覺得 那大家都這樣做 那那是佛說的 那我是不是回報佛法 然後我回報佛法 是不是會下定義 就太難了 其實不是 你弄清楚了 不對就不對 對就對了 那你現在重點是要把它弄清楚 佛真的這樣講 這個真的是佛君嗎 那他說不是 有些不是的 所以佛法裡面 你沒有弄清楚 你就會把不是佛說的 看起來是佛說的 即使不對了 你也只能說 佛這樣說一定有他的道理 我們相信就好 我告訴你 不對 佛陀不這麼講 佛陀告訴我們 即使是我說的 你都要把他弄清楚 要知道這樣說是在說什麼 佛陀就又不會跟你講 你相信我就對了 照著我的話說就對了 不管他對不對 你就照著做就對了 沒有 他一定告訴你要 如理思維 想對 想清楚 要明白我說的道理 那這點很重要 那麼大家都說佛說的 那真的是佛說的嗎 要告訴你 很多都不是 很多都不是 你像那個獸神經 現在還有人在補啊 你像那個 你像那個 那個雪盆昌 還有人在拜 現在還有人 還有人在拜什麼 要燦人 其實這些 很多都 很多都不是佛法 那流傳下來 絕而絕而就 大家認為 這個都是佛法 其實不是 因為不合乎夜報的理論 不合乎緣起的理論 那只要不合乎的都不是 都不是 那這個必須要知道 好 那後來 後來所謂的 送金拜燦定價給這一些 後來就變成 世面為生的生活方式 就變成是這樣 那其實佛法 世面的功用 我們講 世面的功用 就兩個功用而已 世面 第一個叫做安身半道 第一個叫做弘法立身 世面就這兩個功用 世面的存在 就是道財 我們講的道財 佛頭時代也是這樣 他這兩個功用 一個叫做安身半道 讓出家人在裡面 休息 得解多 然後再進一步 就是弘法立身 書不來另外一支 啊 有另外一支 就是 他重點就是 弘法就是 在世面裡面講佛法 那有些在家人來聽 那出家人也聽 你像那個 莫利夫人 啊 多士逆亡 那佛頭一般都是這樣 早上會說法 都是佛弟子會說法 你看那個 你看那個 王舍城 王舍城的竹林金色 有七十二間講堂 那七十二間講堂啊 就是 這講堂很多地方都在說法 不是只有佛說法 還有很多 很多佛弟子在那邊說法 那 多士會去聽 像波士尼王 就常常 就 帶著莫利夫人 然後這些 不怒百官 然後去聽佛說法 那也一樣啊 那韋提心也是一樣啊 那 那畢舍學夫人也一樣啊 你像他那個 東元金色 牧子母講堂 就是 他去聽佛說法之後 然後覺得 佛說法之後 就把他住的地方 他捐錢蓋這個講堂 然後他就在那裡說法官蓋見 那 基本上 就是 主要就是安身辦到 出家人有一個地方安住 在裡面好好休息 然後 另外 他就是讓在家人 出家人從哪裡來 從在家人來 那在家人天六法之後 他一心 他要求到 那麼他就變成出家人 所以 有這樣 那麼 有弘法立身 利益 這些在家人 那在家人 就變成出家人 就在這裡安身辦到 那 他 他知道佛法 得到利益之後 他又來教育這些 在家人 就這樣循環 這個就是正法九柱 那麼不斷 才能夠令正法九柱 就是說 續佛會命 那麼 讓佛法可以這樣不斷流傳下去 那麼這些出家人 安身辦到 他自己了解了 而且他也確實知道佛法 那麼再來告訴這些在家人 那這些在家人 他在家人也可以喔 在家人 也可以辦到喔 也可以得解脫喔 但是有一部分 他覺得佛法這麼好 他要專職 他要專心弘良佛法 來利益眾生 那麼也可以 就這樣 一直循環 那這些在家人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 做護持出家人的 有一部分自己成為出家人 就是大部分做護持的 護法的工作 那麼少部分成為出家人 成為出家人之後 又環過頭來 又來利益 多處的在家人 在家人又有一部分 成為出家人就這樣 佛法就一直這樣傳下去 那基本上是這樣的作用 試驗最重要的是這樣 那後來就慢慢慢慢就變成 變成是有一點就是 試驗要靠打災 送金 然後拜燦塔位 以前台灣的試驗主要 如果沒有錢 大部分就是考第一輪靠法會 第二個做法會 那法會裡面賺錢最多的 大概就是兩個 一個叫做水路拉法會 一個叫做借會 辦船階的法會 船階的一年一期 那這個水路大法會 也容易賺錢 因為一個都要很多錢 然後就是靠法會 另外一個就是靠塔位 那大法會不是常常辦的 他平常的 他平常的 固定的就是所謂的消災 點燈 祈福啊 這一些 那麼這些 原來都不是佛教的 不是釋迦牟尼火那個時候傳的 他大部分試驗的功用 不在於這一些 他如果真正要利益這些在家人 不是送金幫他消災 幫他回想 不是 而是告訴他道理 讓他一個道理做 他自然就有夠得利 並不是說 你來賺錢給我 我幫你送金消災 那回想給你 那你就冥冥之中 你就消災 你要征服征會 我告訴你沒有這種事 不可能 佛陀都不做這種事 佛陀唯一做的事就是跟你講 你應該怎麼做 你就可以得到什麼 就好像你這個身體 你要吃什麼 要多吃什麼 要少吃什麼 要運動 要怎麼樣 他告訴你 你這樣做了 你就自然得到這樣的利益 因為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所以你生病 所以你身體不健康 你知識不對 所以告訴你 你這個知識要怎麼調整 你才對 你做了你就得到利益 那不可能說 你捐錢給我 我把這些道理 每天給你送三遍 在佛姐給你送三遍 你就可以得到健康 那是不可能的 佛陀解決問題 他從來不是所謂送金為想 他告訴你道理 那你明白 你照著做了你就有 你有沒有捐錢 你有沒有護持三保 那是另外一種意義 那你自己照著這樣做 你就得到這樣的利益 那護持三保 那是你跟三保結得遠 你的布施的心 那是布施的功 那你是由布施你的捨心 你自己有這種秘密 那你自己依著佛法 講布施慈皆仁 你這樣做 你修戒定位 你自然就有 佛法最重要的就是 把這個道理或法 法真理 那麼人為什麼痛苦 怎麼樣可以解決痛苦 用什麼方法來解決 什麼樣的痛苦 這些道理要告訴你 那因為這些道理不是那麼容易明白 要有一些專門的女人 那麼學習了很久 了解了 而且他自己體悟到了 那麼再把這些道理 再不斷地跟別人講 那讓這個道理一直延續下去 佛頭叫做以燈傳燈 其實是這樣的 那有一些人沒有那麼 有一些人沒有那麼多時間 他也沒有那一種姻緣 所以他負責這一些人 就好像不是每一個人可以當醫生 那麼有一個醫生 他可以醫大家的病 我們護士 讓他一直可以這樣下去 來醫大家的病 不過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那麼你慢慢做來 你覺得我也要像他一樣 來醫大家的病 來告訴大家 怎麼樣得到健康 怎麼樣離苦 這個是出家的本意 那後來就變成 現在變成 有一點點變成 因為在年輕那個時候出家 出家基本上 像我們以前看那個電視劇 看那個書 什麼人才出家 所以就是生活不如意的人 那麼就是婚姻不如意的人 像這一種 那其實不是 他不是這樣子 那出家然後做什麼 清登古佛 就是打 好像就是雜王課 講俏幕女 然後其實不是這樣子 出家他基本上跟在家 在家跟出家都可以解剖 在家跟出家都可以解剖 但是出家他基本上就是有一份 有一份責任 他除了外型不一樣而已 生我方式不一樣 其實他的心態不一樣 他最重要的就是 想把這個佛法一直延續下去 那當然他是為了要自己要解剖 因為專修比較容易解剖 那麼在家也可以解剖 但是稍微難度大一點點 但是在家如果你努力修 依然可以有解剖 但是出家 因為他專修比較容易 但是如果你不懂得方法 其實不要說不要說在家 就算出家也不能得解剖 佛陀時代也不是每一個出家都能解剖 你觀念不對 方法不對 那麼不夠用功 依然不能去解剖 但是出家他有 因為他有弘法立身的責任 就是說比較有 就是要把這個佛法延續下去 那所以才會講在家是財師 護持這個出家 出家是法師 那有必要也有義務 那麼把這個佛法一直延續下去 叫做序佛會命 所以他對你講 與出家生活的本意越來越遠 所以變成出家只是會過生活 也是因為在家生活過不下去 就出家來過生活 就是覺得出家比較好過生活 又有人供養 大家又恭敬 吃得好住得好 好像又可以到處玩 其實不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真正了解出家是什麼 你就知道出家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人對出家的病例已經 第一個不了解 模糊 那有一些不知道的也過得很晚 那有一些好像比較過得好一點的 那麼如果他不知道出家的本意 其實也枉費他出家 就是說他認為 一般我們現在就認為 所謂出家就是舞堂功課 他在意的就是你會不會敲墓 你會不會念壽 你會不會壽經 你會不會敗戰 你會不會帶大家後修 他說你不是這樣子 那麼出家重點 重點在第一個禮遇清淨 這是第一個 就是你首先你要向解脫 你如果不向解脫 那你出家的意義就不大 後面會講 重點在向解脫 那麼第一個向解脫 第二個就是要遜佛會面 要讓正法求助 就是你自己可以向解脫 然後也可以讓佛法一直延續下去 因為女兒延續下去 讓其他的人也有機會 所以未來的人也有機會 那麼可以得解脫 其實是這樣子 那後來就 我們慢慢忘記了 因為我們出家只是 就是這個要剃頭 要吃素 然後早晚做功課 就這樣 然後偶爾在居室共修 他說不是這樣 大部分的人連佛法都不懂 他只知道誦經 只知道拜託 不知道這部經在講什麼 不知道 甚至現在已經沒有要像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出家是要求解脫的 大部分人已經是 能往生就不錯了 那麼多只是知道 要往生而已 可是就算你要往生 跟其他世界 往生進來 你也要知道怎麼往生 怎麼修才可以往生 但是大部分人也不知道 所以現在即使很多的 大部分的出家人都要怎麼樣 現在幾乎是一百個人 不管在家出家人 一百個人至少我看有七十個 都是只求往生的人 但是就算要往生 發言往生 其實不只是這樣 那修行 即使你要依無量壽經來修行 也不是你想的 可以跟哪個面租面佛 一向專念 回向發言去往生 沒有 真的不是這樣 那你都沒有好好讀這本 無量壽經 就算是簡單一點 小本的無量壽經 阿彌陀經 他也不只是這樣講 但是大部分的人 沒有如理思為正誇 都不知道經在講什麼 因為習慣了 就是念經就有功能 他不知道要怎麼樣去理解這部經 自己想自己對 自己做就自己好 就病人這樣 其實不適合 那出家也這樣 在家也這樣 所以就一團亂 佛教就一團亂 也可以講一團糟 那這個 這個 彈虛大師講的 都是無理無土 在家也無理無土 出家也無理無土 那佛法是絕 可是我們卻是無理無土的過生法 無理無土的修行 那無理無土的輪迴 那其實 我們都把它弄清楚 所以他這裡講 與出家生活的本意 越來越遠 根本就沒有像解脫 那也沒有辦法理喻清淨 而且欲望越來越巧 跟你要理喻清淨的生活越來越遠 而且不像解脫 所以我國的良好身重 也沒只是延遲根本界而已 根本界就殺到人了 那其他的也都沒有在此 那這些慈戒我們說 慈戒重點 重點在於 你能夠防非之惡 預防 預防你造重大的惡業 我們說 佛法 佛法分三個層次 第一個要先禮善二道 要先禮善二道 你如果造了散熱道的業 那基本上 你根本界殺到人了 你就容易剁散熱道 重點在殺到人了 你就容易剁散熱道 一旦剁了散熱道 一旦剁了散熱道 你就有所謂的暴障 你沒辦法休息 而且很長的時間都沒辦法休息 從散熱道出來 從散熱道出來 還有餘業 還有業障 你也很難休息 那所以 第一個要先離散熱道 即使在極熱世界 極熱世界沒有散熱道 從極熱世界離開 不會多散熱道 也是強調這個 因為太苦了 然後第二個要離欲界 離欲親近 要離欲親近 因為五欲 重點是要離五欲 重點是要離五欲 出家 跟 八關災界 他都是什麼 離五欲 離五欲 所以 所以出家 他是出三界家 那麼如果你是在家 受八關災界 叫做禁柱 前面講的 禁阿羅漢柱 就是向解剖 如果你受八界 你在家的人 你去受八關災界 他叫做禁柱 這前面說的 禁柱是什麼 是向解剖 禁阿羅漢柱 阿羅漢柱 就是解剖 解剖三界 就是 你已經有解剖氣氛了 其實就是向解剖 那出家 他就是向解剖 他就是建立在 他就是建立在 少益之主 離欲親近 首先要先少益之主 禁欲親近的 前面要先少益之主 對於你所擁有的 你沒有過分的 這一種 看起來 沒有 那麼你不 你不受這個五欲的束縛 沒有 那再進一步 再進一步 再離煩惱 再離三界的煩惱 禁我我所愛 我我所愛 我我所見 我見我愛 我我所見 我我所我愛 我所愛 我見我所見 再離這個出三界 再離我愛 那先離五欲 那基本上 這個就是離三界了 那再離 離先離欲見 就是你不剁欲見 然後再離三界 那現在這一部分 那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 只要就是戒 禁欲親近這一部分 發官在界也是這樣 所以他叫做 雖然是在家 但是他是禁住 那如果受五戒 那不是禁住 是禁事 是成事 是修功德 那不一樣 那這個就像解脫了 那我我所見 我我所見 我愛 其實就是禁我見 我愛 那佛法大概是這三個層次 先持根本界 讓你不剁三二道 然後再進一步 讓你離五代去五一 然後再離我見 然後就得寫多 那再進一步 那你又發菩提心 你要做菩薩 在第一眾生 好 所以他這裡講 後來因為這種佛法的觀念沒有 大家都只知道送心 送什麼心 什麼心 那送本來就有 佛菩薩又自然又加持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也只能是延遲根本界而已 嚴格的說我活著比丘生 也許還不起沙咪 就是佛陀時代的沙咪 第三個 比丘戒 這裡講到 因為前面講到五戒八戒 那 那八戒基本上是在家忍受出家戒 然後還有沙咪沙咪一戒 但是這邊先從 比丘戒來講 前面講沙咪沙咪一戒 沙咪沙咪一戒 那這裡講比丘 比丘 比丘女 第三個比丘戒 比第四個比丘女戒 第一個是在家的五戒八戒 最後是八戒 然後第二個是出家的沙咪沙咪一戒 第三個第四個是 比丘比丘女戒 這是過著完全遠離 惡賢與獄賢的生活 就是禮獄 禮獻賢 王輩申格的出家人為 僧團的族體 所以叫做巨族界 那麼比丘 比丘 意義為起飾 是過著起化生物的修道 這個起 起 起食跟起法 就是 外 這個色身要死來治癢 這個法身要智慧 要到佛法來治癢 那男的 男眾叫做比丘 女眾叫做比丘女 所以叫做起士 另外兩個意思是破魔 破這個生死魔 還有這個起士破魔 另外一個是面 面二還是什麼 等下就開始 放 秋三 等一下再講 想到了再說 這個 他說 從戒法來說 比丘與比丘尼間 是同樣完全的 只是由於社會關係 情義強弱 佛分別自為 比丘與比丘尼間 平常說 比丘250間 比丘尼500間 這是大概說的 其實 比丘尼沒有到500間 基本上 事分率來講 如果我們這樣看 就是 我們把這個比丘比丘尼 各部率不一樣 我們來看 一般來講 事分率是348條 那是這樣 我們現在的五部率 現在是南傳的 那基本上 就六部率 可以這麼說 四分率 四分率 然後 五分率 十送率 另外有 更有力 升旗力 更有力 這是 一二三四五 另外還有一個 同業部的同業力 南傳的同業力 我們這樣看 南傳的是同業力 西藏的是更有力 南傳的是同業力 巴利 巴利語的同業部 那 這個是流傳在中國的五部率 一二三四五 這是有翻譯過來的 這個是南傳的巴利語的同業力 這個是 這個是漢傳的 北傳的 那藏傳的基本上 就是差不多就是更有力 漢傳這個是南傳的 南傳的就是同業部 同業力 如果我們來看 比丘 比丘女 如果是比丘 這個是比丘街 這個是比丘年街 不過藏傳跟 藏傳跟南傳現在已經沒有比丘女 我們來看 他的戒律 大概後來有點不太一樣 四分曆的話 這個比丘是254條 254條件 比丘你是348 就是 我們現在受的曆就是四分曆 那我們為什麼受四分曆 所以主要是因為道歉律師 道歉律師的取暢 唐朝的道歉律師 所以律中就是以道歉律師為主 道歉律師取暢 那道歉律師以前就不一定 不一定是受四分曆 像 你揪魔羅詩 他是 應該是十順曆 揪魔羅詩送的是十順曆 意盡 強調主張更有曆 就是當時受的曆 就不一定是甚麼 但是道歉律師奉仰之後 大家後來都受受 像我們也是受四分曆 其實是這樣 那四分曆 比丘就250條件 比丘你348 四分率有一个特点 就是关于塔的规定很多 那个是在重许法100条里面 不可以塔下满死尸 不可以捉割的从塔下过 就是因为他们重塔 五分率没有关于塔 他比较重多亿又不一样 那这个是比较小的界 如果是五分率的话 五分率的话比丘是251条 那导师看过这些例子说 五分率比较合理 五分率比较好 但是一般我们就受负分率 多一条 那这个比丘你是377 更多的 347条 如果是时送率 比丘是263条 比丘你是354条 那如果是生起率 生起率是大众部的率 那么比丘只有218条 这个是最少的 218条 那 这个比丘你290条 这个大概是最少的 生起率大概是最少的 没有那么多 那其实 如果是重界大部分都一样 就是后面的清界 不一定的这一部分不多 跟有利 跟西藏基本上是跟有利 但是小小有差而已而已 跟有利的话 跟有利的话比丘是249条 如果到了 这是中国的 那到西藏他有一点点不一样 它是257条 但是我们的更有利就是249条 那这个 这个 比丘尼是354条 你看 插比 那蓝场的铜铁部 比丘是227条 比丘尼是311条 那西藏的基本上 西藏的基本上257 那我们的更有利是249 那我们说过这个界里面主要有三大部分 就是这个巨族界里面三大部分 一个主要就是团体归宫 重点是道德规范 道德规范 道德规范就是仲介 道德杀到盈望这些 那另外 另外就是所谓的团体归宫 大家住在一起 因为生团是一个团体 那么要互相配合 不要干扰到人 不要障害到别人 就好像 比如说四分六一条 你如果吃了蒜头 界里面没有说不能吃蒜头 你吃了蒜头 比丘尼里面不能 比丘尼里面吃可以 但是吃了蒜头 有些人对这个蒜头很敏感 闻到这个味道 他没办法 你会障害他修行 打坐或是他就会起烂 所以如果你吃了蒜头 你要到下风处 你不可以在这边吃 风红这边去下来 然后大家都感到那么臭 那你不可以随地大小便 如果你一个人住 那是没关系 如果大家一起住 那么你这个大小便 你不可以在 临着的这个地方 生草的地方 你就不知道跨过去 就是你要必须到 一个特别的地方 或是要把它埋起来 那这些 就是说 你不要去干扰 影响到别人的学习 因为大家都在修行当中 很容易起烦 那大家互相配合 就团体归约 就是说 大家住在一起 要互相配合一些事情 那另外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生活准则 那生活准则就有些比较细的 就是 微影的部分走路要怎么走 穿衣要怎么穿 吃饭要怎么做 然后到人家家里要怎么样 这些都有规定 那么大概就是这样 不然没有那么多条 几百条 五条线就锁到 五条线就锁到很难 不容易锁去 那几百条要怎么锁 那基本上就是固定这一些 固定这一些 那么这里面还包括 所谓的欺蔑正法 欺蔑正法就是说 那大家有争执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办法解决 要怎么办 还包括这边 那这个是关于这个 他这里讲到说 比丘界两百五十左右 其实就是两百五十条 比丘尼界三百四十八 那为什么比丘尼会比较多 那主要是因为 第一个也是保护他们 保护他们 因为 而且也是规定他们 因为当时印度 当时印度的比丘尼 就是女众 第一个比较没有受教育 那不要说印度 中国也一样 女众没有受教育的比较多 那也比较弱势 他一旦离开了家 离开了父亲 离开了丈夫 离开了儿子 他就比较没办法解决 所以以前的 比丘尼的试验 不能离比丘试验太远 而且印度你要知道 印度犯罪的比较多 那么所以 比丘尼一定不能离比丘太远 而且一定要请比丘去教他们 就是要请教育 因为他们比较不懂 他们比较不是像这个比丘 他们会到处去 那道庭比较弱 比较容易被欺负 所以基本上不一定会比较多 其实是这样 那发展完成的生学制度 这个是慢慢慢慢发展的 所以一开始 一开始根本就没有直接叫做月教育 后来就慢慢慢慢 越来越吃越多越吃越多 那大部分都是因为六群 比丘跟六群比丘尼 然后所以就不断吃不断吃 不断吃很多群 那说发展完成的生学制度 出家后先受沙咪沙咪尼界 再受比丘比丘尼界 我们现在是这样 就是出家了 你先受沙咪沙咪尼界 后来就受比丘比丘尼界 佛陀时代没有 佛陀时代 20岁以上 你就是比丘比丘尼 20岁以下 你就是沙咪沙咪尼 很清楚 没有 20岁以上没有在受什么 先受沙咪沙咪尼界 没有 你就是直接受比丘比丘尼界 那20岁以下 你就是先受沙咪沙咪尼界 大概就是这样 那说研究佛的本意 我们来看 就是研究推求佛赐界的本意 原是射受归心三宝 而自动发心 出家的 就是你要跟着佛出家修行 是你发心出家 所以或者说善来比丘 与我法中快修犯恨 就算得比丘尼界 没有后来那么麻烦 要问遮难 现在要出家说就比较麻烦 要先问遮难 就是排除法 你如果这样就不能出家 先问遮难 轻遮重难 那么问完了之后 我们跟南传传就不太一样 我们是先 我们是要做所谓的三坛大阶 三坛大阶只有在中国有 就是先登沙米台 然后再登比丘台 再登菩萨台 以前一年只有一次机会 一年只有一次机会 那现在没有 现在就很多 有人传就会过去 那 这个 这个要一定要先受沙米戒 那 如果你受沙米戒 那没有受比丘戒 那么你就一直做沙米 也有的 但是佛陀时代基本上就是 你只要来出 而且现在受戒还要三十七阵 还要有一个很复杂的仪式 那像我们去受戒的话 基本上戒息大概就一个月 也有长一点两个月 其实佛陀时代都不用五分钟 就做春节快乐 那 这样南传也很快 南传不用大概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然后剔路的仪式举行一下 然后抢一抢就寿戒要来 那我们就比较没用 就受戒要大概要 就是要一个月 那一个月其实真正受戒只有 也是没有几个小时 登坛受戒没有几个小时 前面都是在排班演练 受完戒还要跟你讲戒 大概是这个时间包卫掉的 那他说 佛陀时代基本上是这样散来比修 以后法中快修犯认 就算得比修戒 就是你要来学你就自动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戒 那个时候就算你就是比修了 就得比修戒 没有那个时候也没有一条一条的规 就是你要向解脱 那你来了 那你遵守我跟你说的规矩 那你依着佛法修大概就这样 或者说三规一的市值就算得戒 所以一般像现在还保留这种习惯 就是真正得戒在三规一 规一佛 规一法 规一生 我就是依着佛法生来修学 那么这个主要得戒在这里 那后来有了比修戒 一几条几条的比修戒 那后来还是保留这种 就是在三规一得戒 就是这样 所以说三规一的市值就算得戒 明文比修 这本是不需要沙咪这一集 就是你只要满二十岁 只要满二十岁 你就是比修 你不要说我先出家做沙咪 然后再做比修 后来就有 后来就要 当然更不需要先受沙咪戒 后来为了信徒的儿女 父母死了 孤怜无依 佛才慈悲设受他们 满七岁以上出家就沙咪 受沙咪戒 修学出家法了一分 最早的基本上是罗霍罗 罗霍罗做沙咪戒应该是十几岁 第一个沙咪是罗霍罗 那罗霍罗其实他是有妇女 他爸爸就是佛 但是他出家去 他剩下的妈妈 耶稣托罗 耶稣托罗是他妈妈 但是罗霍罗先出家 耶稣托罗再出家了 那么修学出家法的一分 等到年满二十 再给他受比修金 从此就从这个时候 比丘比丘你以前就有欲修一起 就是还不是真正的比丘 但是先修就先修半年 甚至二十岁以上出家的 不因缘不具足也没有受比丘欠 就叫做老沙咪就有这种 我们以前佛弦有一个出家 十几年了 如果还没去受比修金 一直做沙咪 后来也去收 在佛陀十大基本上是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情况 但是后来当然就是 规定不太一样了 现在也有这样子 现在也有说一辈子做沙咪的 然在生智中年满二十出家的 虽没有受沙咪借 就直接受比修金 也还是得金 后来有一点改变 这是吻合佛制本意的 不过从发展完成的生智来说 似乎不太影响了 我们先下课休息 十分钟